嗨 大家好 我是阿君 我们在推特或者disco以及微信区 经常听到诈骗和资产被盗的消息不计其数 为了保护我们手中的开场安全啊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投资NFT行道房间 投资NFT呢是一项高风险的行为 今天所说的内容都不够的任何投资建议 仅仅是我个人的分享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也请你花0.3秒的时间帮我点个赞 谢谢 好了 废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吧 第一个就是在disco通过私信给你发一些钓鱼网站 disco是我们经常玩NFT经常使用到的一个交流平台 黑客也是通过disco给社区成员发私信 有些是冒充啊 社区管理员呢 或者是信的中奖 或者拿到白名单 让你登录一个钓鱼网站 有一些呢 这些是机器人 这些不是真人 直接是私信给你发的 然后用户呢 一旦进了黑客仿造的一个虚假网站 那么将会给用户带来巨大的差场亏损 社区管理员呢 正常情况下是不会私信给你 建议呢 有问题 直接在各大频道或开票之行即可 请不要点击私信中的任何链接 以防被骗 官方基本上呢 不会说直接通过私信通知任何人 如果有人私信你可以直接忽略或者关闭陌生人的一个私信功能 解决的方案呢 就是从这里左下角点击这个齿轮用户设置 然后再点击隐私也安全 然后允许服务器成员直接向你发起私聊这个关闭掉 正常情况下是打开的 我先 我我是把它关闭掉 反正我是一直关闭的 如果真有人想私信你的话 你可以让他添加你为好友 第二个呢 就是项目的discord服务器被黑客攻击 黑客攻击discord服务器呢 是 AFT市场常有的一个现象 像网里员的账号啊 被攻击啊 然后会在各个频道啊 去发布一些假公告啊 假消息啊 也会通过发送一些诈骗的网站等方式 骗取服务器管理员的token 这样即使管理员开启双重认证也无几义事 只要进入黑客搭建的网站并且授权用户钱包就会给用户带来严重的财产损失 解决的方案就是点击discord链接之前 最好是去官方推特是否有同样的消息 链接最安全的方法呢 是从官方认证的一个推特去点击 推特发布链接目前还没见过被黑客攻击过的案例discord是最常见的 第三个呢 就是骗取助记词 黑客会通过各种手段去诱导投资者将食药或者助记词发出来 常见的有大片网站授权签名伪装管理员来协助你购买科学家工具 会让你提供食药或者是助记词 收到一些邮件缓称是官方协助需要提供助记词等等 凡是让你提供食药或者是记住词的行为都是诈骗 像食药跟助记词无法修改 当然也无法找回 一旦泄露了这个钱包就是你跟黑客共同使用了 只要你还有资产 随时都可以被黑客转走 而在区块链这个虚拟的世界 你也无法查明黑客到底是谁 损失自然也无法找回 钱包泄露过的诗药跟助记词再也不能继续使用 解决的方案就是不要向任何人公开你的助记词跟诗药 也不要把你的助记词保存在有网络的地方 最好是用纸跟笔抄下来 第四个就是警方openc的骗子 在一些很火的项目上面经常会有人画一个低于地板价很多的单 然后第二秒就取消挂单 然后立马挂一个很高的价格 其实这个方法呢 就是利用openc在显示价格的延迟 用户点进去 可能没有确认最终的一个价格就会以一个非常行贵的价格购买 所以解决的方法就是我在购买的时候 这里显示的是6.9 那么我购买在小屋里钱包弹出来的时候也会有显示一个价格 然后这个价格呢 你记得交易的时候 记得确认最终的价格是不是6.9 第五个呢 就是使用硬件钱包 硬件钱包必须要搞一个现在加密资产存在硬件钱包最好的措施之一的 能最大程度的保护您的资产免受大多数恶意攻击 而圈内最好的硬件钱包呢 就是Trader跟Ledger 最好不要在豪宝或京东等地上方平台购买 请到正规的官方网站购买 第六个呢 就是及时取消钱包授权 如果你已经在钓鱼网站授权钱包 可以去这两个网站去检查钱包授权情况并举止取消 当然这个不是我的地址 这个是一个大户的一个钱包地址 因为我会把这两个网站的链接放在视频下方 大家自取就好 然后这里连接钱包呢 这里直接撤销就可以了 就是要支付一点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